南韩出道,南韩爆红 这,就是宋倩 这个暑期宋倩罢评了两部电视剧连续播出 而且都赢得了观众的肯定 他已经不再是演技生色的业余演员 通过自己的努力 宋倩已经成功从舞者转型到了演员 宋倩刚到南韩那会儿也吃尽了苦头 但是从小宋倩就有一颗好胜的心 所以宋倩并没有认输 宋倩通过自己两年的努力做到了团长的位置 而说起在南韩的人气 宋倩绝对称得上是爆红 在南韩出道的宋倩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出身 他就是来自中国 不论是在比赛中还是节目中 宋倩都会强调自己我是中国人 没错,对于在外的宋倩 我是中国人就是他的底气 宋倩人生路上的三次转折 第一次转折,宋倩的11岁 宋倩出生于山东青岛的一个小家庭中 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所以忙碌的工作导致无暇照顾宋倩 宋倩和很多留守儿童一样 他放学回家会直奔外婆家 但是由于外公外婆年纪都大了 宋倩学会了自理 或许是因为从小养成了独立的好习惯 宋倩才一直有一颗好胜的心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眷顾 宋倩从小柔韧度就很高 这样的优势 让宋倩在学舞蹈这条路上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0岁的时候 父母就开始培养宋倩学习特长 刚刚接触舞蹈的宋倩 就展现出了他的优越感 虽然接触舞蹈的年龄有些大了 但是他优越的柔韧度让老师开始注意到他 在宋倩11岁的时候 老师推荐宋倩去北舞 他进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习舞蹈 而这一年也是宋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刚到学校那会 宋倩的训练很苦 面对高强度的训练 宋倩哭过 但是没有退缩过 本着对舞蹈的热爱 懂事得他从来不会向父母诉说自己的辛苦 好在宋倩天生就是学舞蹈的那块料 六年的学习 宋倩成功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上学期间 宋倩不只是舞蹈方面出类拔萃 文化课也都是前几名 他还是班里的班长 他的老师曾评价他 他要求很高 对自己也很严格 小小年纪 宋倩就对自己一直高要求 虽然从他接触舞蹈 到他走到舞台上只有八年 但是这八年间 宋倩所付出的辛苦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从他决定北上学舞蹈的时候 就注定了他要正式学会独立 2007年 距离宋倩刚开始学习舞蹈的日子已经有十年 这一年宋倩站在C位登上了更多的舞台 也是这一年 宋倩在舞台上被南韩星探发现 经过短暂的交流 宋倩做出了一个决定 去南韩做练习生 宋倩的这个决定成为了他人生路上的第二个转折 宋倩的20岁 2007年12月 20岁的宋倩开启了为期两年的南韩练习生生活 所谓的练习生就是星探发掘一批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子 将她们汇集到一起进行舞蹈训练 通过训练成果再选出特别出众的给她们出道的机会 而宋倩从众多练习生中脱颖而出 最终做到了团长的位置 也就是练习生中的C位 宋倩刚到南韩纳会 人生地不熟 语言也不通 而且和宋倩一起 当练习生的女孩子都是小女孩 只有宋倩是一个已经20岁的大姐姐 因此宋倩还受到了排挤 毕竟宋倩不只要学习舞蹈 还要学习南韩的语言融入到这个小集体中 宋倩在北武主攻的是民族舞 做练习生期间 宋倩学习的是街舞爵士舞 也就是说宋倩即使有舞蹈功底 她也要从头开始 在南韩以团长身份出道后 宋倩收获了很高的人气 有很多南韩人都以为宋倩是南韩人 但是宋倩在节目中说 不是南韩的 我是中国的 不止如此 宋倩还在节目中表演了中国的民族舞 因为这句话 宋倩的人气还有了小幅度的下跌 不过本身在南韩做练习生 就不是宋倩的人生方向 她的目标还是要回到中国发展 2015年 宋倩工作室成立也是这一年 宋倩的工作重心全都转移到了中国区 从舞蹈到影视 宋倩的第三次转折 跨越了民族舞到街舞爵士舞 宋倩又做了一个决定 转向影视 成为一名演员 宋倩没有学习过表演 所以转型成为演员 对她而言跨度非常大 早在2012年 宋倩就主演了电视剧爱情闯进门 这部电视剧是宋倩接拍的第一部剧 但是此时宋倩已经25岁 之后宋倩也接拍了几部片子 但是口碑一落千丈 网友评价最多的就是宋倩的演技 尤其是幻成 宋倩的演技已经成为了烂演技的代表之一 幻成之后 宋倩也有反思为了提升自己的演技 宋倩很多次告诉自己到这个圈子来 也有人保护你 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去忍 最大的成功就是对梦想的坚持 没错 宋倩在外界各种各样的评论之下 她坚持了下来 也最终看到了希望 经得住多大诋毁 就能担得起多少赞美 2016年前后 是宋倩事业上的低谷 虽然演艺事业在进行 但是宋倩的负面舆论也随之而来 当时的宋倩毁于参半 唯一支撑宋倩坚持下来的就是她的梦想 记得每当有作者写到娱乐圈 比演技最差的女明星 宋倩都是榜上有名 甚至有网友喊话宋倩去学学表演再来演戏 2018年 宋倩和黄景瑜主演的结 爱千岁大人的初恋 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宋倩的演技也有了质的提升 下一站是幸福宋倩 转型饰演职场女强人 这一转变也让宋倩获得了更多的赞美 而到了2021年暑期 宋倩连续两部电视剧开播 一部是与欧豪合作的陌生的恋人 另一部则是与罗云熙合作的心跳原计划 这两部电视剧对宋倩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在陌生的恋人中 宋倩一人分饰两脚 两个不同性格的女人 两种不同的命运 宋倩把两者的人物性格都把握得很好 宋倩所饰演的两个角色 一个名叫罗千怡 另一个名叫宋小冬 两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之所以被联系到一起 还是因为男主的爱而不得 男主霍佑泽是一个偏执狂 他对罗千怡有着特殊的爱 但是因为罗千怡的护照被宋小冬偷走 两个女主的人生变成了错换人生 宋小冬被整成了罗千怡 而霍佑泽知道了宋小冬不是罗千怡后 也并没有打算放她走 反而是和她组成了一对羡煞旁人的情侣 罗千怡复仇归来展开了对这两人的抱负 不得不说 宋倩的演技真的是进步太多了 她的一个眼神就能让观众分辨出 她是罗千怡还是宋小冬来 而电视剧的最后 宋倩的演技更是到达了一个制高点 当她饰演的罗千怡放下仇恨后 她的释然 她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放松 也都让宋倩展现得淋漓尽致 陌生的恋人这部带着悬疑色彩的爱情剧 从一开始就一直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不过不止是这部剧 《心跳原计划》也让宋倩的演技眼前一亮 又是一部职场爱情剧 No 《心跳原计划》是一部带有悬疑色彩的职场剧 剧情确实有爱情情节 但是剧情主攻是职场 邱嘉宁是一个对工作极其认真的人 虽然生活一直按部就班 工作也枯燥乏味 但是邱嘉宁却能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乐趣 她很聪明 也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但是当周小山进入了她的工作和生活中后 一切都变了 周小山的眼神深邃 让人看到就会被迷倒的那种 她从进入实验室开始就一直肆意接触邱嘉宁 在周小山的脸上永远都是一副波澜不惊的神情 但是这个看似冷酷的人真正的身份竟然是前客 能看出这部电视剧的制作组和主演都非常的用心 尤其是宋倩 她明明可以靠颜值 但是在这部剧中 宋倩俨然把颜值抛至脑后 她就是女科学家邱嘉宁 周小山和邱嘉宁的身份起初是对立的 但是两人互相吸引也引发了一段虐恋 周小山一心想到取邱嘉宁的科研成果 可是邱嘉宁坚定的立场和对事业的执着 对国家的大意最终感染了周小山 不管是心跳原计划还是陌生的恋人 这两部剧的女主人物设定对宋倩都是很大的挑战 两部电视剧三个人物宋倩都演出了这三个人物独特的性格 从被诋毁到被赞美 宋倩的成长有目共睹 她的演技也在不经意间提升 演员必须要有代表作才能被大众承认和记住 心跳原计划和陌生的恋人将会成为宋倩 下一站是幸福后的又一代表作 期待宋倩稳定发挥将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